大家好,我是林子 今天看到有这种小橘子在卖,我就买了一点 花了8块钱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时候经常吃治疗咳嗽的橘饼 首先我们将橘饼上面的叶子给它剪下来 这个粑就不要先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可以防止它浸水 大家都知道橘子在生长过程中是露天生长的 所以它的表面吸入了大量的灰尘和杂质 我们需要加盐给它浸泡才能清洗得更干净 给它泡10分钟之后再清洗 10分钟之后我们再将橘子一个一个的搓洗干净 稍微控干水分之后给它倒入蒸屉里面 开大火烧开之后再蒸5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给它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趁热给它倒出来 做这个橘饼对天气也是有一点要求的 最好是大晴天 像这样蒸好之后给它摊平整 放到有太阳的地方给它包晒一天 晒制成这个样子 捏起来有点QQ弹弹的就可以 做这个橘饼要准备多一点的白糖 我今天买了12块钱的用了一袋 然后我们准备两个消毒的玻璃容器 已经晾干了水分 我们再准备两个消完毒的玻璃容器 这种玻璃容器一定要是可以密封的 先给它底部垫上一层糖 然后放上一层橘子 然后再放上一层糖 都是一层橘子一层糖给它覆盖住 像这个样子就好 然后我们给它扣盖 扣紧实一点 像这样我们的菊饼就做好了 这个跟陈皮是一样的 放的时间越久越沉越好 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最少给它放上小半年才可以食用 我们平时在家没事的时候 可以给它背上一点来年再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林子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为什么 为什么 几乎